下边由我来讲解一下全自动录播教师跟踪的演示效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教师跟踪的效果 它是以一个很平滑的跟踪速度来给老师一个特写 这个字应该能很清晰的呈现给学生 然后下面请看一下学生的跟踪效果 有一个学生来起立 学生跟踪呢是先移动摄像头的水平位置 然后再慢慢的推进 就是给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滑满镜头吧 好学生请坐 然后再切换到教室的画面 然后我走下讲台演示一下 教师走下讲台 然后由学生摄像机来跟踪教师拍摄的一个效果 教师走回讲台以后切换到教师的画面 还是以一个特写的方式来给到视频上面 然后教师电脑的讲稿是通过键盘来触发 触发以后呢 给到一个教师PPT的画面 呈现给学生 经过考虑的时间 然后切换给老师的画面 好了 就演示到这里吧 谢谢